民众会担心煮开的水仍有毒吗 一般台湾民众在饮水时 因为怕水中含有过多的化学药剂 多半会以煮沸的方式让水更加纯净 但若饮用水中含有过量的瘦酸盐成分 煮开不但无法过滤 还会增加对人体的危害 它的那个瘦酸盐的那个 它的极毒性就是物质的极毒性 它会产生那个呕吐 那个反胃 然后造成神机的摔减昏运 响碎 最后甚至到的人死亡 但民众不用再担心了 环保署今天公布至7月为止 抽测饮用水的结果 在抽测的312件样品中 全数符合规定 环保署环境检验所组长 潘富华受访时表示 我们抽验了 我们的那个312处做的结果是 从ND一直到0.0030 然后我们全部 我们管制标准是 0.010那个PPM 所以以上都符合我们的检测项目 所有检测的地区 包括从北到南的各个县市 民众可以放心饮用主开的饮用水 台湾行报记者 陈思汉李观艳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